超适合过年时戴的绳截戒指,如意戒指和小元宝戒指的慢动作编法教程来了。 材料准备 首先拿出50厘米长的18股骨线,中间对折后,挂上一根对折的玉线作为辅助线。 三股金线拉下来一段后,放到骨线的下边。 拉下来的这一段,一定要大于10厘米,下边往上绕到左边后。 然后,一起捏住,慢慢往上绕,第一圈一定要压住了。 先绕个几圈后,就往前推一推,然后要一直推到辅助线的后边,尽量地调整好。 之后就接着继续绕,绕的时候线绳一定不要重叠到一起了。 然后推一推,再接着绕。 因为总长要绕4.5厘米,所以这里就用了长绕线的方法。 等绕到2.5厘米的时候,将后边的金线对折回来。 对折的这一段,要大于3厘米以上。 捏住,继续往后绕。 这里之所以用长绕线的方法,就是因为很多小伙伴说,绕线绕太长的话,最后都抽不动,或是抽拉得太用紧,把线拉断了。 而留2厘米左右收线,是最好抽拉的,藏线也比较容易。 等绕到想要的长度4.5厘米后,就剪断三股金线,穿过线圈。 拉另一边,使剪断的这边藏进绕线中间后,就贴根剪掉两边的线头。 这样绕线部分就完成了。 接下来就开始编绳结。 右边先从下往前绕个圈。 接着将后边线绳从后面穿过线圈。 先整理收小一些,这里尽量调整到只能通过绕线的大小。 接着再次从后往前穿过下边的空隙。 这里可以稍微10点进,将绕线拉出来。 这样右边就形成了一个小线圈。 然后将线绳再次穿过新形成的线圈。 看,一个胖嘟嘟的元宝洁就完成了。 之后就用下边这根先向后绕个圈。 上边这根绕食指一圈后,穿过线圈。 先拉紧下边这根,然后退下食指上的线圈,再拉紧上边这根。 骨线比较滑,所以一定要再次拉紧。 接着再编两个。 一共是编了三个舌结。 舌结的编法都是一样的,后边就直接跳过了。 都编好后,看,换到右手上,开始搓两骨便。 两根线绳像这样中间留点空隙后,平铺在食指上。 两指在距离一厘米左右的地方,捏住,开始往上搓。 看到搓紧后,就放开右手,转一转。 然后接着继续往后一亿厘米左右,捏住,往上搓。 放开右手,转一转。 继续搓。 搓的时候,尽量不要离得太远。 这样搓出来的两骨便,才会更迷失好看。 搓好后,别忘了要转一转。 这样,两根线绳,才能更好地拧在一起。 一直搓到离纸围还差四、五毫米的时候。 捏住,先编一个舌结固定。 下边这根先向后绕个圈。 上边这根绕食指一圈后,穿过线圈。 先拉紧下边这根,然后退下食指上的线圈,再拉紧上边这根。 分别再次拉紧。 编好后,取下辅助线。 将两根线绳先烧烫一下,然后用对穿的方法,穿过开头流的空隙。 首先右边这根,先自右往左穿过来。 而左边这根,则用对穿的方法,从另一边对穿过来。 穿的时候不用着急,捏好了,慢慢穿过来就可以了。 两根都穿过来后,就一边收紧,一边调整。 尽量不要让线拧在一起。 调整好后,中间这里要留大概两毫米左右,用来编舌结。 还是下边这根,先向后绕个圈。 上边这根绕食指一圈后,穿过线圈。 先拉紧下边这根。 然后退下食指上的线圈,再拉紧上边这根。 分别再次拉紧,接着再编一个。 因为开头的时候编了三个舌结,所以这里也是编三个。 第二个舌结一定要编在空隙里。 如果你留的空隙太小,或是留得太大的话,就需要及时地去调整。 都编好后,就剪掉多余的线绳烧粘。 这样一款好看的绳结戒指,小元宝戒指就完成了。 如果不喜欢这个绳结的话,也可以换成任意一个喜欢的绳结,都非常的好看。 你都学会了吗?